所以神的旨意是什么 是祂要负责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来顺服神的旨意 这是年长弟兄也提醒我们 神巴不得我们都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神负责让我们知道祂的旨意是什么 我们的责任 是当我明白神旨意以后 我要绝对地来顺服祂 你如果现在开车导航仪器 告诉你左弯你要硬要右弯 那么你常常就是要绕很多的路 对不对 现在的这个GPS更好了 它会告诉你哪边有交通拥挤 哪边有事故 哪边有工程 那你就可以知道有不同的路 让你可以走正确的路 不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在这里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箴言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 祂说你要专心地仰赖祂 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来认定祂 祂必指引你的路 那么至于一切要到什么程度 那是我们个人向着主的学习 越认真越好 所以神负责让我们知道 我们负责对主的顺服 我们下一个人向着主的学习 在那边有什么风筹 有什么风筹 就是想要着主的学习 本来有什么风筹 你都来说 会儿前面我们在那边有什么风筹 没什么风筹 你不能从来 你又要求着主的学习